欢迎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随时跟进我们的最新动态 我爱阅读,为你朗读 你好,我是叶雨晴 今天我要朗读的故事是 小公鸡游水 天朗了,大公鸡呜呜提 小公鸡和四个姐姐睡醒了 鸡妈妈进屋房来,数了数 一,二,三,四,五 一个也没少 鸡妈妈叫孩子们吃早餐 她让小鸡们吃白米 白米又香又好吃 小鸡们吃得很开心 吃过早餐 小公鸡和四个姐姐玩捉迷藏 鸡大姐数 五,十,十五,二十,二十五,三十 小鸡们赶快去躲藏 鸡大姐数到一百 就去找弟弟和妹妹 她在大树后面找到了二妹 她在石头旁边找到了三妹 她在清朝里面找到了四妹 可是她找不到弟弟 小公鸡去了哪里 小公鸡走啊走,走到小河边 她看见母鸭带着一群小鸭走过来 母鸭在河边教孩子们做体操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 小公鸡觉得很有趣 跟着小鸭们一起做早操 他们叫弯弯腰,踢踢脚,排排翅膀跳一跳 母鸭说,孩子们做得好 母鸭了眼花,分不清小鸡和小鸭 她把小公鸡当作自己的孩子 她叫孩子们排好队,一个一个跳下水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不对不对,这么多了一个 原来母鸭只有七个孩子 母鸭没想到第八个就是小公鸡 小鸭们排队跳下水 然后在水里流油啊油 小公鸡看了看,觉得油水也不难 她排在小鸭后面,跟着小鸭跳下水 天哪,小公鸡不会游泳 张开翅膀,乱排乱打 小公鸡不能呼吸,喝了几口水后 大喊,救命啊,救命啊 小公鸡的呼喊声非常响亮 母鸭听了,才认出小公鸡 她跳进水去救小公鸡 小鸭们听见小公鸡的呼喊声 也赶去救她 小公鸡的爸爸妈妈和姐姐们 听到了呼喊声都赶到河边去 他们站在岸边 看见八只鸭子抬着一只小公鸡 八只鸭子把小公鸡抬到岸上 救了小公鸡的命 小公鸡的羽毛湿了 冷得一直发动 母鸡脱下头巾 擦干小公鸡的羽毛 小公鸡一家人谢谢鸭子们 还说鸭子会游泳真有本事 鸭子们说小公鸡也有本事 小公鸡的提叫响亮 以后一定能在天亮时 把大家叫醒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